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齿轮 这个或者是下方会有齿轮 你可以进入到那个设定 最快的方法是下方的工具按右键 直接在下方的地方按右键这边有个设定 那设定的地方 跟这一样应该是在 在这个 有一个设定的画面 可以更改 也可以把这个工作区储存起来 在这边有一个 应该是一个 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每次我都要把那五个工具列都叫出来 其实很花时间 那你可以把这个工具列将目前的储存成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环境直接储存起来 把它储存起来 存起来呢 它会有个工作区的名称 那你可以比如说叫什么呢 3D的什么呢 3D的点心好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再加一个点心之类的 给它一个名称 到时候的话呢 存起来之后呢 再把它开启这个工作区 那我们就可以有个新的工作区 就不需要说到时候呢 每一次都要重新再去做设定 这边的话 比如说这里的话 比如说这里的话 我把这个工作区 比如说叫3D点心好了 这个出入 或者叫3D好了 直接储存 储存之后呢 这个工作区下一次 我就直接可以把它打开来 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 这边就会多一个什么呢 3D的工作区 那假如说 你下一次直接开启 这个工作区 就会存在 这个是顺便说明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来看 上礼拜主要 我们是利用这个硕形工具列 在上方这边有个硕形 那我们利用这个方块 我们画了底下一个方块 那再来我们要画出像这样的形状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蟹形 那这边呢 在蟹形 在方块的两旁 要画出一个什么呢 这个有一个圆柱 这个地方 你可以在上面看一下圆柱 那这边再加一个圆锥 那在上方加一个圆球 画出像这样的一个形状 OK那首先 请各位先把这个 上个礼拜的画面先把它开起来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看一下 看一下